用A5等級的黑帽和牛 夾部位跟嘴部位 我們只會見到他們 好好吃喔 真的是顛覆了我 對和牛的印象 光餘染就這麼大 哈囉 你今天SUNNY了嗎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來 現在外面要看很重要的地方 但是絕對不會阻止我去吃美食的心 所以現在SUNNY人在計程車上面 要去東區吃美食 說到這家餐廳名字叫做肉脂肪 不是身上有肉的那個脂肪喔 是這兩個字肉脂肪 這兩個字是 東寶科集團旗下復興空廚 最新的餐飲品牌 訴求就是板前漢堡牌 一般我們板前都是吃壽吃對不對 這個是漢堡牌 蠻特別還有板前的鐵板 和牛漢堡牌還有美牛 那如果不吃牛肉的呢 還有豬肉啊雞肉啊 還有東港的小卷 等一下呢就跟著我呢一起進去看一看 那我們等一下見 我們現在到了中校low路 四段216廂這邊 到了肉脂吧 現在跟著我一起進來 這個店5月25日才剛好開幕 有兩個包廂 這邊是大包廂 四個人坐 往更裡面走是小包廂 九到十人坐 好啦現在我們就來點餐吧 這裡採自助的方式 門口進來就有兩台點餐機 好就念用按下去 這裡的最貴就是 熱眼牛的排餐 一份650元 再來就是黑毛和牛漢堡牌 550元 其他餐點落在400元上下 不吃肉的也有豆腐野菇漢堡牌可以選擇 當然這裡的海鮮像是小卷 香魚也都值得品嘗一番 再來看看飲料有什麼 價位落在200到250元之間 這裡的白可樂聽說很有特色 就點一杯來吧 回頭來看看主餐 那我今天選擇吃和牛漢堡牌 給來一份東港小卷 買單後來看看黑糖師傅的表演吧 是用A5等級的黑毛和牛 第四九州 我們是用肩胛部位跟嘴部位 我們只會介紹他們 如果敢吃生牛肉的話 可以搭配雞蛋一起拌著拌吃 對 它的牛肉的甜味就會更多一點出來了 那你再問東西一個就對了 那你再問東西一個就對了 那大家不要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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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 然後兩次站都不是我們的哲lam 對 疫苗 目前ikes 它的碗跟它都很肥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漢堡碗就是用爛的東西去做出來的漢堡碗 可是我來我們會教育朋友說 我們都是用CHOICE 美國的話就是CHOICE的煎跟腿 然後還有我們熱眼牛是FINE 和牛就是A5 黑毛和牛是煎跟腿 然後有加和牛有進去 所以你看我在煎牛肉的時候 我們會放任何一滴油 我們這個每天只能先量力 食材對我們來說我們看的很重 台灣在地的 哇 我喜歡吃的 這個超級軟 對啊 對 基本上就要吃的 安慰 就是它的內臟跟肉結合在一起 所以就是肉的軟 超大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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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口 早餐 早餐 蛋會跑掉 技術不好 我的蛋黃沒有在和牛上面 不過沒關係 雖然不沒關係 但是吃起來一樣美味 就好 日本A5黑毛和牛 布會接大概三分熟 就會放在結網上面 可以讓它除了有保溫效果之外 如果你覺得太蒸 它也可以慢慢的烤比較熟一點 皮質的 輕細的月光 上黃就可以拌在飯上面 這邊也會附了三樣的小菜 然後三樣小菜 這個小菜跟白飯都是可以補配去加的 首先我來看看它的 沾了一點蛋黃 腥腥 飯好Q喔 漢堡牌 表面煎得有點焦 太好吃了吧 好好吃喔 它裡面三分熟 如果你覺得太蒸 你可以放在網上 可以繼續讓它加熱 可是我覺得這樣就很OK 配上它的星系的月光米 好滿足喔 真的好好吃喔 剛剛黑糖師傅在煎的時候 然後 在鐵盤 它的油呢 就一直逼出來 所以你吃起來 不會那種很油膩的感覺 而且它是零調味 它只加了海鹽跟新鮮的洋蔥 不加任何調味料 所以吃起來就特別的健康 而且特別的香 再來呢 這邊是一點的白可樂 它的白可樂呢 是有17種中藥材 加氣泡飲呢 去調的 喝起來呢 會有一點淡淡的那種 當歸的那種味道在 白可樂呢 滿特別的 好菜呢 會根據季節呢 會有不同的變化 那基本上呢 就會有附三樣 白飯跟小菜都可以無限的去加 如果說你不敢吃牛肉 它這邊也有豬肉啊 跟雞肉做抉擇 真的是顛覆了我 對和牛的印象 因為我覺得和牛 我常常吃起來 就會吃多會很膩 因為它必須油脂比較豐富 它這個吃起來 它煎了把油都逼出來 吃起來不會有那種油膩感 好吃 來自東港的小卷 好脆口喔 一吃就覺得好新鮮 相當好吃 非常脆口 嗯 再來我要吃的是香魚喔 這香魚大概有 大概有15到18公分長喔 這魚然的母香魚 你看 它的肉質好細膩喔 香魚本身的肉質就很細膩 但我最喜歡吃的是香魚的 魚卵 你看 光魚卵就這麼大 有沒有 好飽滿喔 超好吃的 5月25號才開幕 每天都是滿滿的 一次呢 發它24組的號碼開 它是板錢炭火鐵板 也就是在台灣目前呢 沒有這樣的型態的產品 這才是東京的巢墊喔 這種方式做法呢 一進台灣 所以大家真的是 都想嘗鮮 聽說它的雞也非常好吃 那我今天吃的是日本和牛 日本和牛 日本和牛呢 會用三分熟 那美牛呢 它是肉五分熟 放在炭火上面 如果說你覺得太深 你可以慢慢再讓它回烤 保持溫度 好啦 今天為你介紹的這家 肉脂房 板錢炭火鐵板的餐廳 沒有啦 因為像每天都不排滿的人喔 你這11點呢 就先來抽號碼開 因為它11點半才營業完 可以稍微外面大概逛了一下 就可以第一批進來 不然喔 我看可能 要等再過一陣子 幾個月之後 你才能吃到 因為反應實在是太好的 好 今天上天了嗎 為你介紹這一集 希望你會喜歡 繼續支持我們下回見 掰掰